其實是小時候 他已經因為家裡的關係 培養了有這個服務人的精神 陳雷會不會都幻想 兩位公子將來都好像你這樣 去服務香港 我的大姐姐都十五歲 她曾經有一個跟我說 爸爸我都可能被你影響到 我很喜歡服務人 我們已經加入了洪淑志會 她自己有功的 可能是二元目染 都會遷厭到 小孩子也有這樣的志向 路向上等她自己再選擇 現在很享受自己家庭生活 空閒的時候是視乎天氣 踩單車、跑步 夏天是潮水 除此之外 這運動是一個令自己的體格 健康良好 除此之外 這個職業是一個好處 推動了我去運動 我一定要保持身體 不可以自己拿著大套 我都會找一些課程 是關於急救 或者運動 急救可以補充我這邊的 更加豐富我這邊的知識 上一些課程都學到 認識到新朋友 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 很厲害 還是不停裝備自己 當然了